不到十分钟,池恩恩已经走到了历史总部了。 池秘书好。 前台接待看到他马上打招呼。 池恩恩微微地扬起嘴角,客气地回了一句。 好。 然后往电梯方向走去。 他要去总裁办,所以直接坐的是总裁专属电梯。 本来这一步电梯是安装了指纹识别系统,只有丽北爵能够乘坐。 后来,某人霸道地把他的指纹也录入了进去, 所以就变成了他和丽北爵两个人能够乘坐。 能够节约时间直达66层,池恩恩肯定不想浪费时间一层一层地停停走走。 两分钟之后,电梯一声响,他到了要到的楼层。 他才刚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口,还没有敲门进去, 丽北爵的助理就过来了。 有一点急匆匆地道, 池秘书,总裁不是说您今天身体不舒服,不会来公司吗? 丽北爵还帮他请了假了? 池恩恩的心头暖暖的,没有啥到拆穿丽北爵帮他撒得谎,笑着说, 睡了一觉好多了,丽总在里面还是开会去了? 遇到这么大的事,丽北爵肯定很忙,只不定又在开会呢。 反正这几天他的会议多得数不胜数,平均每隔半个小时就是异常。 啊,原来是这样啊,总裁在里面。 助理欲言又止,神色胶着,像是有什么着急的上火的事情, 看了他一眼,突然灵光一闪。 啊,对了,陈秘书,你来得正好,可以帮我帮总裁煮一杯咖啡吗? 我要去项目部一趟,有一点急事走不开。 总裁又点了要喝咖啡,别人我不放心,只有麻烦你了。 赤恩恩看他真的是很着急的样子,以为他急着要去项目部,有急事呢。 煮咖啡又不是什么麻烦的事,所以他就答应了。 你先去吧,我帮你煮。 助理松了一口气,在走之前眼巴巴地又叮嘱了一句。 总裁喜欢喝煮得久一点的咖啡,持秘书记得多煮一下。 好,那我先走了。 他一步三回头,不放心的样子。 持恩恩目送着他离开了,才掉转头往茶水间里面走去。 他在策划部待过一段时间,策划部的茶水间已经很大很豪华了, 但是比起总裁办来,还是要差那么一点。 总裁办的茶水间,除了空间更大以外,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免费糕点。 各种昂贵的咖啡更是随便放着,随便喝。 持恩恩找到了丽北爵从国外买来的专属咖啡豆, 倒了一点,放进了咖啡机里。 加水按下按钮之后,就坐到了一旁等着。 他坐下之后,才想起了刚才的那一通电话。 他记得某人霸道地要求他十分钟之内必须到公司。 他现在是到了,不过他没有看到,还是要跟他发个消息, 免得他待会儿又跟他说,他像蜗牛一样的慢。 持恩恩勾起了嘴角,拿出了手机,搭在桌子上发了一条消息过去。 他还以为丽北爵会马上就回他,结果等了几分钟,那边都没有回过来。 持恩恩心里边疑惑,但是没想那么多, 单纯地以为他正好有事情在忙,没有看到手机消息。 正好他也有事儿,他拿出手机找到了全东亭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。 那头嘟嘟了两声,就秒接了。 持恩恩明眸冷静地说, 小舅舅,可以帮我一个忙吗? 这一头,持恩恩在茶水间里面打电话, 那一头总裁办公室里并不像他想的那样,丽北爵在忙。 实际上,总裁办公室里除了丽北爵之外, 还多了一个人。 丽北觉得眉头一皱,极其地不耐烦得到。 找我有什么事儿? 说吧,说完了,最好立刻滚蛋。 免得那个女人回来了,看到了误会。 兰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不客气地对待, 他毕竟没有经历过什么, 漂亮的脸蛋上一阵尴尬。 他咬了一下唇瓣,不自在地说, 我哥哥说,我们会联姻。 丽北爵眉头狠狠地一皱。 兰科看出了他的不愿, 深吸了一口气,继续说, 我听说了,你有喜欢的人了, 网上那个弹琴的视频我也看到了, 那个人看起来性格很好。 废话,持恩恩当然好了, 在他的眼里,没有人会比持恩恩更好。 我今天来,就是想跟你说, 我很喜欢你, 我不会计较他的存在, 我们联姻之后, 你还是可以和他交往。 兰科鼓起勇气说完了自己要说的话, 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考虑出的结果。 他喜欢眼前的男人, 从上一次见面, 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, 就喜欢。 虽然没有到爱的地步, 不过还是很有好感的。 他始终是要结婚的, 他结婚肯定不可能是单纯的结婚, 还要涉及家族的利益。 比起到时候遇到一个不喜欢的男人, 勉为其难地维持表面上的关系, 他更看好和历史联姻。 至于丽北觉在外面有喜欢的人这件事情, 兰科没有放在心上。 对于他来说, 这件事情不算是大事, 毕竟大家族联姻的婚姻里面,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这种事情。 他不介意丽北觉背后有几个女人, 只要是不影响他的婚姻, 几个女人都无所谓。 所以他今天找上门来, 就是想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丽北觉。 他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了, 这样可以打消对方很多顾虑, 有利于联姻成功。 你是说, 你愿意让他做我的情人? 丽北觉漆黑的阴谋全是冷漠, 兰科却是没有看出来, 还以为自己做对了。 是的, 我愿意, 我们结婚之后, 你可以和他交往, 我和他可以和平相处。 我不愿意。 丽北觉英俊的脸庞霸道冷丽, 他站起身, 身高上有着绝对的优势, 气势更是强势冷俊。 我不知道你从你哥那里听到了什么,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, 我不会跟你联姻, 我对你没兴趣, 现在没有, 以后也不会有。 至于我的婚姻, 我从来没想过要为了事业牺牲他, 所以, 你可以滚了。 滚? 兰科不可思议地登大了湛蓝的眼眸, 忍不住地道, 丽世现在只有和奥斯联姻才能够度过危机, 你难道想要让丽世继续这么下去吗? 那是你们自以为是。 丽北觉懒得跟他说那么多, 直接感人。 滚出去! 该死的, 就知道这个女人只会浪费她的时间, 可是如果不见她, 指不定她要闹出什么幺蛾子, 还不如一次性地听她把废话说完, 说完了, 也就可以滚了。 你! 兰科今天已经被驱逐了两次了, 他好歹是众心捧月的豪门名愿, 漂亮的脸上刹那间仗的通红, 他跺了跺脚, 甩手道, 走就走, 你不要后悔, 说完, 风一样地冲了出去, 丽北杰连看都不看他一眼, 更别说是后悔了。